大家好,这里是小川看电影 本期我们来看一部加拿大的犯罪片 高品质生活 1983年的某个周二 迪克的育友巴格出狱了 二人曾在铁窗内共处三年 迪克智商极高 巴格则是个胆大妄为的暴徒 在里面,迪克全仰仗巴格的保护 因而,他们的关系最好 巴格一出狱就来投靠迪克 迪克现如今有一份正经工作 虽然清洁工的收入不高 但勉强糊口 迪克悄悄带巴格到仓库 交给他晚上再许久 却还是被主管发现 因为巴格的火爆脾气 迪克当场被开除 巴格的加入增加了迪克的生活开销 没有了收入 他吃饭都成问题 要喂饱两张嘴 迪克只能取出最后的存款 自动取款机让巴格感到很新奇 他坐牢太久 没见过这新时代的玩意儿 在给巴格解释的时候 迪克看到正在工作的运钞员 一个发财的点子突然跃上心头 他惦记上了自动取款机里的钞票 当晚迪克将鬼点子拒多的小偷唐尼提出邀请 自从取款机普及之后 唐尼开始偷别人的钱包 人们常常把取款密码 放到钱包的隐蔽处防止忘记 而唐尼正式利用了这点 但他很胆小 每次都只取一小部分钱 然后再把钱包还回去 因此人们一般不会发现 自己少了存款 而迪克的计划 可以让唐尼得到更多的钱 还不被发现 周末 唐尼找到了月女无数的小白脸比例 帅气的比例 对付女人很有一套 这也是他的经济来源 和其他人不同 比例从未进过监狱 他喜欢刺激 常有走于危险边缘 却总能化险为夷 周四 迪克选择了一家银行财店 他假装蹲下系鞋带 偷看到后台工作人员 将一漏落钞票放入了取款机 迪克很快制定好了方案 他发现 动手的最佳时机 是假期前夕或者周末前一天 而且周五是发新的日子 那时取款机钱 肯定急满的要取现金的人 银行自然要放更多的钱 周五抢劫再合适不过了 巴格入狱多年 早已爱上了减肥糟的人 帅气的比例同样迷住了他 不过比例并没有这种癖好 这让巴格很不爽 晚上 迪克向众人交代了计划 他让比例带钱进银行 谎称自动取款机多吐了钱 其他人穿上维修员的衣服 等在门口 等银行一做出反应 就马上行动 假借修理之名 盗取现金 周五 唐尼透了路人的钱包 先后取了600块 并搞到一张60块的票据 随后 比例进入银行 筛选出一个 看起来比较好上钩的女贵员 说自己准备取款60块 机器却拖了600 在比例花言巧语的攻势下 女贵员相信他们没有说话 还暗示他们可以约会 如果是另外一脸凶狠 或穷酸药的三人 肯定不会有这个效果 比例一脸满足地回到车上 巴格被激怒了 显然 他吃醋了 当得知 比例从未进过监狱 巴格更是暴跳如雷 在他的认知里 耗子都没登过的人 不值得信任 这时 巡逻的警察过来检查车牌 几人立马乖乖坐好 一动也不敢动 触乎预料的是 银行女贵员私吞了那笔钱 早早离开了银行 迪克心里意量 顿感不妙 他赶紧跑进银行 发现取款机 依旧正常使用 而工作人员 根本不知道机器故障的事 迪克的计划失败了 巴格立马把锅晒到比例头上 此时 运钞车抵达银行门前 运钞员是唐尼的表姐 唐尼下车和表姐打招呼的时候 冲动的巴格动了YC4 他打算直接抢运钞车 迪克连忙阻止 这种无计划的强解 会让他们陷入危险 但鲁莽无脑的巴格 根本不考虑后果 喜欢冒险的比例 更是兴奋不已 事情的发展已不受控制 迪克只好随波逐流 巴格上前打约运钞员 枪击了保安和警卫隔街对射 可巴格拿到运钞车要时候 却朝着比例开了一枪 然后驾车逃去了偏远的汽修厂 这里的人都是巴格的老乡时 他们不敢阻拦巴格 就给他提供了七个车厢的工具 这时 车内传出了唐尼的声音 原来 在刚才的乱战中 唐尼拖着表姐进入运钞车 将门反锁 巴格不想浪费时间 打算逼唐尼和他的运钞员表姐 主动开门 迪克清楚巴格的动向 拉着受伤的比例赶往汽修厂 想要阻止巴格的疯狂举动 但巴格为了钱已经失去理智 他在运钞车顶攥了一个小洞 将洞口与汽车的排气筒连接 然后发动汽车释放尾气 运钞员很快受不了了 提出 分他八万块就开门 但巴格毫不妥协 爱出不出 反正这些钱迟早都是我的 运钞员无计可视 只能服软打开了车门 拎下车钱 唐尼掏了两捆钱揣进了口袋 运钞车上的陷阱超过三十万 这可落坏了巴格 此时 在车上等不及的比例进来看情况 没想到 巴格抬手就是一枪 直中要害 迪克对巴格的残暴感到愤怒 他们抢劫已是重罪 何必再杀一个年轻人呢 胆小的唐尼早就躲进了卫生间 他不敢继续和巴格为伍 巴格猛地撞开门 看到唐尼蜷缩在角落的怂样 骂骂咧咧地转身就走 期间 运钞员掏出定时油气炸弹 塞进了钱袋 很快警笛声传来 迪克也不想强求唐尼 便与巴格一起驾车逃走 警察向现场的人取证 修车工口径一致 说他们被巴格挟持 趴在地上 什么都没看到 唐尼夸赞表姐 在战斗中的英勇 表姐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好似做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迪克二人 此时正奔向边境 迪克深知 他们逃不出灰灰法网 可巴格毫不在意 他相信 迪克聪明的脑袋瓜子 肯定能想出办法 这时 定时炸弹爆炸 油气瞬间染红了所有的钱和车窗 迪克受惊之下又失去视线 导致高速行驶的车子 失去控制 撞停在路边 汽车已然不能使用 巴格还不死心 拎着前代 徒步逃亡 迪克很受无奈 因为巴格连方向都分不清楚 能逃出边境就有鬼了 两人在一望无际的农田里 走了很久 终于找到了农场处的房子 巴格抢了一匹马 继续上路 但迪克不愿在意他同行 跟这种人在一起 恐怕活不了太久 然而 前路凶险 他的脑子可不太够用 见巴格态度强硬 迪克眼珠一转 迅速把象向空中射击 刺耳的枪声 惊得马儿四散而逃 马背上的巴格已无法回头 他低头看了眼前代 一抬头 粗壮的树杆已经横在眼前 巴格躲闪不及 当场身亡 看着趴在地上 咽气的巴格 和被染成粉红色的钞票 迪克常常松了一口气 四年零八十七天后 迪克刑满释放 他已经尝够了犯罪的苦头 这次 迪克真的准备洗心革面 过正常人的生活 相比之下 紧小身为的小偷唐尼 揣了两款钱 老也没有做 倒是幸运的很 好了 本期就要觉得 兄弟朋友 别忘了点赞关注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